2017年8月17日 中国电影家协会 浙江省文化艺术界联合会 联合举办的中国戏曲电影展 中国戏曲电影高峰论坛 在象山隆重召开 首届中国戏曲电影展 在戏曲史和电影史上 都是第一次 本次中国戏曲电影展 中国戏曲电影高峰论坛 也成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盛会 今天我们举办戏曲电影展 对共襄一举的各方 主办方 协办方 和这个支持方 指导方 支持我积极推动 表示由衷的感谢 17日上午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高小剑 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力震林等专家学者 其剧高峰论坛 从学术上对当今戏曲电影进行研讨 各输己见 为促进中国电影健康发展 提升中国戏曲电影形象 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有些剧目 剧院演出效果很好 凌厥 是吧 一跳难求 是吧 我们当时拍了第一 继续电影以后 可能没什么观众 门口里去 这说明这是两国人 这两国人能不能重聚得起来 能不能我们讲一个概念 一个音笔效应 不能淹过来 是吧 把戏曲细琳淹过来 没有影迷 是吧 那我就办法一米粘入紧密的戏影 把这份当刀 直接把它扩张 这个可能是我们后面 我觉得需要去推动的一个事情 戏曲电影的话呢 确实跟我们常规电影比的话 它有一定特殊性 因为它是在戏曲这样一个载体上 发展起来的 那么它肯定是兼有戏剧性跟电影性 那么它的一个总的一个特点的话 就是要体现出戏曲的一种意见的美 通过电影的手段 把戏曲的意见美把它传达出来 并形成一种那个电影的一种诚信的方式 所以它应该是兼有戏曲特点和电影特点 跟我们常规的戏曲跟电影都有所区别 由于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 由于中央政府 我们的党高度重视传统文化 戏曲如何振兴 成了这个我们上次党和国家领导人 下制社会的有识知识 包括戏曲行业内的人都在考虑的问题 会议期间 与会专家围绕对当今戏曲电影进行学术研讨 戏曲电影进农村数字院线推介 戏曲电影剧本交易等众多问题进行讨论 浙江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秘书长熊影丽以及国家一级导演 高级记者王一言等专家 分别做发言交流 同时还对此次参展影片进行了新片推介 我们这个年龄代就是伴随着戏曲电影长大的 那么什么样板戏 那对我们来说是更加的深刻 那我小的时候我影响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着阳沟 这个戏曲片创作呢 在我们中国电影史上应该是历史比较悠久的了 因为中国最早的第一部电影 就是1905年拍摄的这个定军三 就是根据谭心培的那个表演舞台记录下面的一种片段 也是最早的一个戏曲片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戏曲在中国电影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人自主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就是1905年的京剧主题影片《顶军山》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则是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乐剧影片 梁山博与祝英台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现在 电影仍然是传播戏曲文化的绝佳手段 那么戏曲片本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它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因为这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因为我们政府 国家政府对民族戏曲 它采取一种保护政策 第二个本身电影艺术 本身的发展也比较快 第三个它是满足了广大观众 对戏曲艺术精华的一种欣赏 审美需求 新时期以来 我们一共拍摄了九十多部戏曲电影 涉及到二十几个剧组 在今天这个戏曲电影 还是方性未然 就现在就在此时 我们全国大概至少 还有十几部戏曲电影 正在拍摄过程中 本次电影展共有三十七部影片参展 影片涉及京剧 乐剧 怀剧 玉剧等多类剧众 既包括传统剧目 也不乏经典改编与优秀原创 两位大哥 我不是切套之神 那你 是什么东西啊 糖丸与路由 以创新精神 散文诗的叙事手法 深情呈现拆头缝 影片以娴熟的叙述技巧 精心构架故事情节 以心意入微的叙事表现 深情演艺人物 影片简洁中见新颖 是戏曲电影的创新之作 我们这个拍的这个戏曲电影 《唐婉鱼路由》 它是一个应该怎么讲呢 是一个青春版的戏曲电影 那像戏曲电影呢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就是舞台记录 所以在这一次这个《唐婉鱼路由》的时候 那我们就在进行这个探索 他首先就把这个剧本 不是在分场啊 这个这个分幕啊 按这个舞台来写 它是按电影的格式 和电影的表达方式 来进行的剧本创作 《唐婉鱼路由》 是一个原创的作品 这部作品呢 它就是景和人物的关系 处理的非常好 《唐婉鱼路由》是属于呢 这个实景拍摄的 实景拍摄呢 它在电影画方面 做的就比较突出 戏曲它是用唱词 它除了唱词以外 来表现那种心情 表现场景 表现它的那个 以前的那种念想 都是用唱词来表现的 但是我们的那个 戏曲电影不一样 它除了那个唱词以外 它还要有场景 还要有那个 根据人物心情 所描述的 所表现的那种环境 在本次活动过程中 电影《唐婉与路由》 进行了首映礼 影片得到了 在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电影放映后 导演王一言 主演李敏 以及作曲《谭生贤》 来到现场 和观众们见面 也掀起了现场的高潮 那请我们的小朋友 来献上你们的热情 我们观众已经刚才 看了我们的片子 对对对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今天我们的主演 和我们的色曲 谭老师都来到 此后 更是由现场的 众多戏曲爱好者 与李敏进行了互动 纷纷展示才艺 表现出了当地 对于曲艺的钟爱 以及民间的曲艺传统 和文化环境 戏曲作为传统文化瑰宝 在象山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先后走出了众多戏曲艺术名家 培育了二十多个民间剧团 第三届戏曲好腔调演员大赛 也在戏曲的影展期间 隆重举办 我们去年在这个剧院里面 就是连续的大戏 古装大戏 举行了十二场 每一场都是爆满 而且有好多观众 还等在我们剧院外面 想要拿一张票 结果都因为都是 因为位置有限嘛 也没办法 就是说每一场都是 投票给我们看 我们想看 但是没办法 也满足不了 大多数的一些愿望 所以说我们这个氛围 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因为现在有年轻的戏迷们 还有所有戏迷啊 包括刚刚有小学生也有 也有中学生也有 他们给了我们信心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和足够的动力 如今在中国 传统戏曲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由于不同曲种的魅力和生命力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戏曲爱好者 并受到很多年轻人的热爱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戏曲文化环境 这也让戏曲电影的发展 变得更加重要 但就目前来说 戏曲电影能够让更多的观众 走进影院 仍然是业内人士探索的客厅 目前来讲的话 中国戏迷跟影迷 那个灵动效应还不是很大 那么也就是说 戏迷跟影迷是两个不同的群体 你像我们有一些西区明星 明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 一票难求 但是把这个剧目 他演出的这个剧目拍成电影以后 可能票版并不是很理想 乃至是门客如缺 所以戏迷跟影迷 目前还不是一国人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如何把戏迷和影迷 能够联动起来 8月17日晚 首届中国戏曲电影节 即第一届中国戏曲电影颁奖盛典 于宁波向山文化活动中心揭晓 中国电影家协会相关领导 及二百多位来自全国的电影人 齐聚一堂 共襄盛世 首届中国戏曲电影展表彰盛典 将此次活动推向高潮 盛典一时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宏致辞 并宣布首届中国戏曲电影展 又活动起目 戏曲电影展的影片 都是非常出色 这些优秀的作品 凝聚了我们戏曲电影人 对戏曲艺术的坚守和追求 代表今天 中国戏曲电影发展的最高出品 最后 我宣布 首届中国戏曲电影展影活动 起目 谢谢 蓝星闪烁 著名演员 王思逸 王英等 均盛装出席 经过11位专家评委投票 而最终诞生了优秀戏曲影片 优秀原创戏曲电影 以及优秀改编戏曲电影 三项大奖 继续电影评奖 这在新时期以来 它应该属于首次 我们这个继续电影 在这个继续的传播上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50年代 一直到70年代末 继续电影这个传播的途径 我们很多戏曲剧种 就不为人知 这次 以中原 珍珠塔 唐丸与陆游 穆桂英挂帅等十部作品 纷纷摘得优秀戏曲电影奖 整场活动下来 不仅节奏紧凑 更是精彩不听 尤其是唐丸与陆游 珍珠塔 更是荣获双料奖 部分获奖演员 纷纷上台表演 为半江晚会增添了热烈的气氛 今年是戏曲电影创作的大年 除了很多好作品 前一段我们集中看了将近30部的戏曲电影 我总体感觉戏曲电影的创作在提高 在现今娱乐消费市场火爆 快速更迭的环境中 对于戏曲电影仍旧面临着市场的考验 戏曲电影的从业者们也都表示 将会在未来的工作中不断地进行探索 将高品质的戏曲电影带到观众的面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